我们今天来聊害虫 蟑螂 老鼠 苍蝇 蚊子 蚊子 蚕蚕 还好吧 昨天晚上我们去溜达的时候 在安宁老街里 本来大树下面正常是绿色的草皮 那昨天我们去的时候 就看有人把那个草皮翻两个 才一看原来那个草皮是假的 是整个铺上去一层塑料草皮 有两个人揭开草皮 在那翻东西 我们就过去一看 他们在一个洞一个洞 他们在里边找资料 然后它第一袋子里头 就是已经有大概二三十支资料了 就是就从地上相当于捡 就每一个洞里头 基本上都有一个资料 你就捡就好 然后我们就捡了一些资料 把它放在树上 后来我们真的就发现 有很多资料都死掉 因为它它试图去挠 那个上面塑料布 有一支资料的那个顶上 我看它把那个黑色的塑料布 已经挠开 就剩绿色的那个甲草了 但是它还是不幸死掉 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 就是经常会去抓资料 尤其是晚上打着手电 一找那一个小洞听 一瞧变大洞 然后就把资料弄出来 然后放到家里 把它挂在砂窗上 第二天它就会变成 那个会飞的资料 还有小时候一种处理资料的方式 就是油渣 我奶奶就是特别会油渣资料 网上吵说资料是害虫 资料为什么是害虫 因为我觉得资料挺可爱的呀 尤其是我觉得夏天最有一个特色的就是蝉鸣了 一到夏天 这个蝉鸣声就感觉就是夏天的声音一样 伴随着 蛙声 蛙声 这些都是代表着夏天的声音 现在我们这个声音越来越少了 如果大家家附近有这个树坑 它用甲草皮铺 大家不妨把甲草皮打开看看 尤其是把它们放出来 爬到树上 蝉好像是在土里17年吧 才会冒出来 一年 一五七十三十七 蝉在地底下呆的就是年数 它是质数 质数是什么 只能被一和它自己整出的 最长的蝉应该是呆17年在地下 它呆17年出来 它不会再遇到上一波天敌了 为什么说它是害虫呢 是因为它在地底下呆的时候 它是吸食树根的那个枝 然后它爬出地了之后 它就去吸树的树枝 然后等到它在长大要生卵的时候 它又会把它的卵 产在树的那个软的那个木里头 枝料羽化变成蝉之后 这蝉也就是大概两个月 两个多月就死掉 等到它的卵长大掉到地上 再在地上呆个一到17年再出来 我们都知道蝉的那个蝉褪 就是它那壳 其实是非常有中药价值的 小时候我们还会减很多那个蝉褪 我奶奶说 你拿这个蝉褪去药房可以卖钱 我以前就很信 因为小时候很财迷 马上就减很多这个蝉蜪 对 减很多这个蝉褪 但是从来没卖过钱 因为可能太少了吧 这蝉褪我还在网上查了 它是清肺的 就是你有那个风邪入侵啊 这种的清肺的东西 说不定这次这个疫情 吃蝉褪也会管用 也不一定 然后我们现在周围的蝉褪 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就是蝉越来越少了 首先我就是觉得 它那树边铺的这塑料布 就已经闷死一波蝉了 人等了17年要爬出来 结果刚出来就被这个夹草皮给闷死 不是死于 不是死于它的这个天土 而是死于我们 我们为什么定义害虫 定义害虫 其实这个害虫呢 就是它有有侵扰到人类 比如它抢我们吃的 就是好比那蝉蝉 它吃玉米 吃就是吃我们人类要吃的这些食物 我们就认为它是害虫 然后呢 我们为什么会有蝗灾呢 是因为我们原本地球上是什么各种各样的食物都有 有些昆虫是吃这种植物 有些昆虫吃那种植物 是不一样的 本来昆虫它也有自己这个平衡 然后它也有自己的天地 然后我们大量改良 我们就把这一大片地全都种同样的一种植物 同样的好比种玉米地 同样的种麦子地 然后就只有吃这个玉米或者麦子的这种昆虫 它活下来了 然后它就越来越多 然后又加上我们人类大量的捕杀鸟类 食鸟类的数量也在减少 鸟类少了 昆虫的这个蝗虫的天地少了 我们又大量的种植这个 就只剩了蝗虫能吃东西 其他的昆虫越来越少 鸟也变少了 那蝗虫就泛滥了 这就是我们对对对对整个生态链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影响 再说一个所谓的害虫 蚊子 这简直就是夏天所有人的梦魇 所有人都认为蚊子是一种 就是最大恶极的害虫 但是蚊子有什么功效呢 首先第一个它吸血嘛 它带有很多的病毒 为什么这么几亿年 这蚊子还在地球上 这是有它的道理的 蚊子就是跟地球是 跟地球的整个生命周期是息息相关的 是为什么 因为蚊子吸血带病毒这件事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口 也不是人口啊 就是物种数量控制的一个操盘手 就有点像我们这个病毒的概念 就是一个物种太多了 这蚊子就会在它身边传播这种病毒 很多病毒都是蚊子 伊波拉 很多病毒都是蚊子传播的 就是蚊子把这个病毒带过来 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口太多了 或者是这个动物的数量太多了 它把这个病毒传到这个动物上 控制这个动物的物种数量 物种数量减少了 就会减少这个食物的风险 因为如果一个物种太多的话 就会产生食物短缺啊 环境破坏啊 动物链破坏啊 这么小一个蚊子 它就起到了传播病毒 然后扩散病毒 然后让这个物种的数量得到控制 这么一个作用 这是其中一个 再一个 蚊子的卵产在水里 水面上 蚊子的卵在小时候是吃水面上那些微生物的 帮助水在净化 再一个 蚊子还可以提供给鸟做食物 蚊子的天敌基本上就是鸟和鱼 就是夏天的时候 鸟从南向北飞的时候 它一路上 它基本上只能吃蚊子 再一个蚊子还是一个兽粉的一个工具 就是在很多的亚北极的区域 就是俄罗斯 还有加拿大北部 这些区域 就是蜜蜂这些是非常少的 然后就是主要靠雄性的蚊子 因为雄性蚊子是不吸血的 只有雌蚊子吸血 雄性蚊子不吸血 它吃什么 它吃花粉 花蜜 所以它就相当于蜜蜂的这个功能 蚊子这么些年 几亿年 它都一直是跟着地球 一直走下来 说明它是地球 非常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对我们人类造成了损害 伤害 我们人类就把它定义为害虫 我们就要干掉它 除掉它 就我们说脂料是一种害虫 我就发现了 脂料不就吃吃素的那个脂液 然后残残卵 有时候会造成它枝叶的枯黄掉落 但是它没有把整棵树吃死 我都不知道它是害虫 对 它是害虫 很多人也不知道 很多人也是在网上摆布了之后 就说脂料真的是害虫 它吃枝叶 我们把亚马逊丛林这么多的树都砍掉了 为什么我们不是害虫 它吃树枝 它是草食性动物 那牛也吃草 那为什么牛不是害虫 因为我们吃牛 我们也吃脂料 现在脂料成抢手货 卖很贵的 主要是治疗的壳还是中药的壳 对啊 壳是中药 肉是富含蛋白 百分之七十多的蛋白质 它把植物的汁转化成它自己的蛋白质 然后又供给了它的上层鸟 吃它的这些鸟 天敌 现在还包括我们人 我们人什么都吃的 它供给了我们这些东西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从害虫除泥 放到一重里 真正的害虫是谁的 这个地球的害虫 诶 reset 车 按销 快点 车 车 车